立这个指法表示右手的食指连续弹多弦 也就是说是连挑的意思 那么一般我们在琴曲的演奏当中 立有的时候表示连挑两根弦 或者有的时候会表示连挑多根弦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后面的第二根弦的时候 右手的食指不用再收回到最初的弹挑的状态 比如说是像这样 在立六弦的时候 大指和食指依次继续向前推动 不用离开弦 这就是这种弹的状态